查个小广告 最近我们上架了一款小麦节感花纹的防摔保护壳 拥有绿黄红黑四个颜色 材料是TPU 触感柔软的同时不沾指纹 不沾灰 厚度在1.5毫米左右 可以有效保护好你的手机 并且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壳像撞色骑士一样 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推荐给细节控 大家好我是吴欣 前段时间小美酒的视频被喷到彻夜失眠 有些人吴欣的一句话 吴欣 创作者是真的很在乎 你说人家好吧 掐饭视频 你损场上两句吧 就你喜欢吹猫求辞 你想交情两句吧 舔狗 你聊聊体验吧 这下不专业 劈劈下我们走 国内的创作者机力太少 又不能靠爱发点 做视频给淘宝店导流吧 还要被掐饭档鄙视 当你连活下去都很困难的时候 很多事情真的是一言难尽的 既然很多头部科技媒体都要面临着 你不说好话 我就不跟你心机的困境 你们眼中很多不作恶的公司 多半在这个行业获得了几乎垄断了优势 只有像衣食无忧的谷歌 才会去关注各种造福人类的黑科技 只有万一市场的苹果 才会关心自己的设备 是不是百分之百可回收的 这种公司才有资格谈商业道德 当然我们还是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给大家传递最真实的体验 扯得有点远 我也就刚大学毕业 学艺不尽活该被喷 这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但那段时间我心情还是很低落的 只好去买了很多书回来充电 一方面又来转移注意力 毕竟生活还来继续 一方面希望以后的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有价值的思考 说到读书 最近我们也是拿到了一款 掌跃新出的电子书 Irader A6 这是掌跃给我们寄过来的 我也是体验了大概两周的时间 现在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的体验吧 说到电子书就不得不提 近乎行业垄断地位的亚马逊的Kindle 如果说20世纪最伟大发明 是方便面的话 那Kindle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 可能就是完美解决了 用什么当泡面盖的生活难题 但即使这样 这家美国最大购物网站亚马逊 还是有很多跟10年前手机行业的国际大派一样的问题 系统难用 本土化就是个垃圾 现在电子书市场和当年的手机市场非常相似 所以才会开始出现像掌跃这种 更加注重国人体验的本土公司 由于我自己就是Kindle Paperwhite 3的用户 所以今天也是做个简单的比较 看看Kindle还能否保持住以往的优势 iRED能否清除于蓝 iRED A6搭载了一块6英寸的电子墨水屏 PPI为300 这个屏幕也是纯屏的 纯屏意味着好看且不容易击灰 我的Kindle Paperwhite 3跟人家一撇 就有点相信见处了 当然其实应该是拿新款的 Paperwhite 4来做比较才公平 但我手上只有三代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Kindle Paperwhite 3做比较 亚马逊一代有点大上风范 在机身材质上 iRED A6采用的是金属质感的塑料 对比Kindle的类肤质更不容易沾染指纹 当然很多人选择戴套就不存在指纹这个问题了 但裸机的话还是iRED A6更好 同时握持感也更出色 iRED A6机身很轻薄 厚度只有7.8毫米 重量为166克 比最近新出的很多手机都轻 没错 说的就是捏捏捏捏捏 我的Kindle重量206克 戴上套后就更迷了 306克 我平时真的很少把Kindle带出去 带套吧不舒服 不带套吧又不安全 我的意思是万一刻了碰了 嗯你懂的 所以最近我出门 左边口袋是手机 右边口袋是iRED 我发现装电子书的这边口袋 反倒轻松了不少 所以别再吐槽口袋大 这次是真的可以带出门了 你想象一下 你借了朋友的Kindle 拍照发朋友圈 数级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有模有样的翻阅了一会儿 想想还是手机好玩 于是准备锁屏扔一边 你的知觉是摸哪里 你要摸这里 要摸是这里对吧 第一次见面肯定不会摸下面吧 哎没错 Kindle的设计就在下面 你再看看小小弟的电源按键设计在那 这一下就高下立盘了吧 逻辑使用的时候 iRED的A6还是更符合知觉 当然戴个套霍尔效应完美解决 你啰嗦万天 真是的 哎你别急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你啊不是在逼我买保护套吗 我怀疑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商业阴谋 今天底部是一个Type-C接口 哇 连电子书现在都配备Type-C接口了 某些手机厂商脸不脸红 这个价位能上Type-C 也算致敏了Kindle Oasis 呃 iRED的A6这个Type-C接口 支持充电传输数据以及听书 哎没错 就是听书 iRED的A6加入了听书功能 在Type-C接口处可以看到扬声器的开孔 菜单页面也是单独拎出来了一个板块 给这个听书 这也是此次iRED的A6的亮点之一 首先iRED的A6的声音还是比较红亮的 听起来也很舒服 听书里的书都是由真人朗读的 对于没有真人朗读的资源 可以用AI机器读给你听 10种音效15级调节还是做的比较完善的 真人朗读的资源里小说和评书比较多一点 但读书这种事情还是比较个人的 你听书的话可能会影响周围的人 所以iRED的A6还可以插有线耳机 或者用蓝牙耳机来听书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想听书我为什么不用手机呢 其实也对 手机的APP资源更丰富 但同时干扰也会更多 你正听到精彩的时候 微信提示音响了 万一是女神发来的微信呢 这时候你说你是看还是不看呢 又或者收到周宝的消息 你不赶紧点一下余额 等还完花呗就没有了 电子书成功的地方就在于 它只能看书 而如今iRED的A6又多了一个 只能听书 整体体验下来 iRED的A6的听书体验 还是比较优秀的 没啥可挑剔的 当然听说资源再多点 更新频率再快点就更好了 原来我比较喜欢的点 iRED的A6系统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对于常年被Kindle折磨的我来说 简直是酒汗欲甘霖 直观那页面 好看的默认壁纸 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 随便秒杀Kindle 用过Kindle的人都懂这种痛苦 咱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把竹页面设计的直观点吗 算了 反正这东西是拿来看书的 有人会选择去刷系统 我觉得可以 但没必要 再去刷系统折腾 我还看不看书了 iRED的A6本身支持的格式也很多 传输也非常方便 尤其是这个WiFi传输 我现在基本都是用这个来传输的 我算是收购了Kindle的传输方式 邮箱推送 我快吐了 和没有邮箱就不能活得 美国人相比 身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 需要的明显不是邮箱推送啊 我前段时间想尝试通过邮箱 给我的Kindle传压缩格式的漫画 搞了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成功 谁他妈也别想劝我用邮箱推送 他妈这辈子再用云团 我就是小猪佩奇 对于亚马逊来说 我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获得中国电子书 大部分的蛋糕 我为什么还要去努力呢 做什么本土话 老子把电子书的体验 做了几只不就OK了 现在亚马逊就这种姿态 但你看的是书对吧 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有人会嘲笑 那是你不会用 我觉得但凡需要让消费者 花大量时间去学习的消费类产品 都是非纯即坏 最后聊聊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电子墨水屏幕阅读体验 iJ的A6的这块屏幕 在显示漫画的时候 颜色不够深 看起来会有点吃力 而旁边的Kindle就表现很好 伊藤润二的画风 在Kindle上就很有震撼力 当然在阅读文字的时候 并不明显 而且没有太大的差距 iJ的A6还支持 20级冷暖阅读灯可调 背光也会比我的Kindle 更均匀一点 但就最基本的阅读体验来说 我还是站在Kindle这边 Kindle第一代从2007年发布 到今天已经12个年头了 Kindle目前也打磨到了第10代 iJ的从2015年 第一代发布到现在 有三年半时间 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至于书库资源方面 早年掌月经常会推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网问 好吧 现在也推 但很多正版书籍都已经开始不足 现在的掌月号称用10万正版图书 超级会员50万本图书 非要较真的话 其实还是Kindle的正版资源多一点 尤其是一些国外的英文书籍啊 但我不知道大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我一般是喜欢读某一类书 就会开始收集这方面的书 而且书这种东西很个人化 你正版图书再读 可我偏爱的这一类书你却没有 你书库10万还是50万 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再说书籍获取成本极力了今天 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电子书 书库大小充其量 就跟你去的是省级图书馆 还是国家级图书馆罢了 反正你也看不完 真心在乎这10万50万的人 你肯定不读书 当然你还是要很在乎书库 有没有你想读的书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两家的APP 搜一下就可以知道你喜欢的书有没有 总结 Iread A6有着出色的外观和良好的握持手感 在听书方面也开辟了一块小天地 系统体验上有着符合国人的操作习惯 在基础的电子摸水屏上也很优秀 当然还是要继续努力追评 Kindle的乐乐体验 所以在这个价位 Iread A6还是有着不错的性价比 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小福利 如果你现在扫描这个二维码的话 就可以领取轻电科技的粉丝优惠券 可以在预定100元优惠的基础上再减20元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要错过 好了这一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赶紧一键三连吧 同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是清点科技我是吴欣 我们下期再见咯 耶贺